第二次做市長 是要跟我們台南市做優行的建設 讓台南市向前行 那是這樣嗎 是 那你也提出十大旗艦計畫 第一 告訴你是施政的理念 那五到十是一個有型的建設 所以你這個通報檢查裡面 這個建設似乎大薄向前行 看起來未來 我想有很多人說市長的建設 沒有做到什麼 所以本市也要拿你覺得說 用這個整個的塗蛋裡面 能顯示說市長你也有做 不再會在進行中 積極的爭取中 市長 我想你的文化 你的指標 在文化園區還有我們重大的建設 還有我們的景觀的改造 還有我們的招商 投資招商 還有我們的交通重大建設 還有我們的土地開發 都是你的目標嘛 市長是不是 是 是嘛 那我們的 從我們的五的文化園區 開始講的時候 在大白鋼 大白鋼 大白鋼園區 刺坎園區還有水澆園園區 我想 這三個園區也相繼在 你預計到108年都相繼完成嘛 保留我們台南市的文化嘛 是 這也做得很好 那如果我們大指標建設呢 在我們的台南市的圖書總管 你說要用書鄉的城市 是 人家現在 那天你行行議會 有 加州電學會去拜訪年的時候 你有說 我們也是荷蘭的團隊來得標了 對 那那個再來就是我們的棒球中心 其實棒球是我們台南市 以前 很驕傲的運動 齁 我們台南市出了很多 台南之關 哪有這個棒球村呢 可以讓我們孩子 有一個練習的地方 比賽的地方 所以他也預計 108年完成 來 我們還有台南市美術館 也是100公佩人要完成嘛 是 這都是市長你的證據 而且相繼完成 那只有一個 我寫的紅字 大台南市會展中心 要向經濟部來證書 現在是在進行對嘛 經濟部已經同意 經濟部同意 20億的經費嗎 對 沒有錯 他已經送到國發會去審查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在積極的進行中就對了 這個應該在 在一兩個月 行政院應該就會有決定 希望我們台南市行政院 我們台南市的 尤其是我們的陳秘書長 現在在行政院做復秘書長 做秘書長 那 海岸路的藝術通街景觀改造 其實我也有看到海岸路呈現的一面 尤其是我們現在海岸路的地下 地下廳車長 這個也改造他整個的景觀 我們有看到他的風貌了 那在第八呢 印核BOT 還有安平這個 我只要看到以前我們規劃海上公路 可能現在還沒有著落吧 安平的BOT出現了困難 因為他的標的啊 並沒有辦法有太多的商機 因為我們有自己做那麼多 並核延漢我們不許他做商業設施 那這樣的話呢 BOT的利基就不夠大 我們改變方式 就是說我們開放人家來申請 來融合 融合的這個營運 至於第八這個BOT案 獎勵民間來投資這點 我有一個建議 我希望說 因為 溫和安平 是我們國際有名 那也是我們台南市 我常說過 別人沒有的溫和 我們台南市 高雄有愛河 我們台南市有溫和 那如果在這一個裡面 我們的觀光局 都用點心的話 可能喔 沒有商機 我們也要做商機啦 讓民間投資這麼願意 來我們台南市投資 可以讓我們這個 溫和 跟那個安平這一個區裡面 能夠觀光景 觀光客會更多 會做我們台南市的商機啦 市長這是我的狗夢 那第九呢 就算你的交通建設 大重要的交通建設的鐵路地化 那你的第十呢 是我們的土地開發 沾對這點的時候 其實市長 我有感覺說 整個圖裡面 不是你沒做啦 是大家還沒看到它完成 因為我的是 2018年才能完成 有人是在明年才能陸續完成 那沾對這點的時候市長 我想鐵路地化就對了 是因為鐵路地化 這個岸 在我們北區 東區林鄭裡面 由東區佔的統大 它的佔統大的面積啦 而且爭議統制 可能是在我們的東區裡面 我想每一個議員 不要說東區的議員 整個到台南市的議員 都為了這一個地下岸期待 我想台南市民都說 市長你也知道二三十年的啦 二三十年啦 啊未建設到現在還在中央 來進步內部 中央的省委會在督審 是嗎 沒有錯 因為過去 整年的中間 這個鐵路地下法 重大建設已經正在法 本來好不容易 我有拜託張善政院長 本來也拜託5月10號的內政部都委會 但很可惜 包括黃昭順委員等 帶了大概將近10個委員去內政部施壓 所以這個會就留會了 好 市長 有人說這個鐵路地下法是正地下法 但是我要在這裡說 新的政府已經三星了 我叫夢說 市民都說這三檔還超過三檔也沒辦法做 但是我知道市長你那天有講過一句話 你說 你的用心 積極 沒為少數人的反對 你來沒有推動這個方案 沒有 我有這個骨心 你有這個骨心嘛 所以我 這推動 修為我們大台南這個重大建設 市長 我想 因為台南市民 也希望 怕夢說這個鐵路地下法 希望一定要完成 而且在你的任期裡面 你在2018年跟我一樣 12月24我們都會卸任 你會卸任 那我希望說這個月的重大建設裡面 台南市民在三檔 二三十年的寄託 能夠在你的積極性裡面 新的政府裡面 可以從你的任期來看到他當天 做你的跳板 做你的實質 這是台南市民驚夢的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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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精也好 磨磨也薄 我有這個決心 這是難免的啦 我有這個決心去推動這個重大進程 這過程是難免的啦 市長 我想陳議員我們大家都有一樣的想法 包括你的大廳 陳順雄議員也在議會說過 我們不要說多次的發展 只有超百年來 多少人在冰高度發行議案 沒有錯 你如果去營友街你就看到那種 那車輛是多少 多危險 那個人覺得下來的時候速度是多快 那個月長的時候卡在中間 還有母親帶孩子很多卡在中間 搞事的 這一點其實我跟你講抗議總是難免 因為王優住那種種的原因 難免做一件事一定是有 他的困難度啦 所以市長藉著各地圖地下會這個議題裡面 我希望市民一個倒點一個倒點 有可能三年不完成 但是市長我怕夢 我希望這個完成 進度是離你淵記來啦 希望你能夠用心你的決心 來做處理這件事情 我擔任台南市的市長 我一定全力以赴啦 陳議員怎麼說了沒有不對 因為他們受影響的祖父他們有他們的 對 他們有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感受沒有錯 所以我做市長我都 我都聖誕 你也要把他貼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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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也要把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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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是走跌的 所以他要夾做一個臨時 火車頭三個臨時變高度 而且呢 8.23公里的 床座裡面有 相當的範圍要往外再拆六米 要聽到比較多房子 為什麼 今天就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包括時間比較長 費用比較多 時間比較危險 對交通通局比較大 這個問題都要不可以改善 你往外再拆六米 應用比較多人 今天如果拆出他們的辦法 當然他們不會再空間了 但是有新的一倍的人又會再空間 所以我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台南的市民報告 我說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台南市政府 為了要減輕 這些受影響的民眾的衝擊 我們也提出照顧計畫 照顧住宅 現在蓋到二三樓 大家可以去比購看 這是全台灣一集的管制 優勢依來 地方政府這樣做的 統帥的合約住宅 我的考心 統帥的合約住宅 我的考心 可以讓台南市民 大家來賓賓力 受影響的民眾 如果沒有接受也沒關係 但千萬不能用公結 用瓦毆 甚至劃出血債血緩 市長 我跟他們哪有什麼血債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大家要理性 沒有啦 要貼回他的 貼回他們的角度 因為儲家園是他們的 我要說這個案就對了 本來就比較困難 但是市長你要積極的 我要說這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 你的過程一定都要說那兩點 我相信台南市民都很早就知道了 那那個抗議者他本身也會知道 只是我要說 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大家都會拿自己想 人家說人不為既天主地 那當然是為了整個台南市的開發市長 無論如何你又要去克服他 這一點是我對你的取緒 這一點是我對你的取緒 這也是我的責任 這也是我的責任 也怕問你兩丹半裡面 你還剩到我們都兩年半左右 市長你能夠在你的 2014 12月24之前能夠動途 這是台南市 我想大家都驚夢你是台南市 你是台灣的民日之星 不管八年十年或是幾年 驚夢我們台南市的市長 更上一層樓 這也是我們台南市引誘為奧 市長再來的話 我南台南副都心 你的第10指標是開發案 剛好這兩個開發案 南台副都心跟那個平時營區 都自在於我們台南 我們東區 那我們預計 200 2017年就是明年來完成 你這裡說的時候 南台副都心 我很關心的就是說 包括我們東區的市民 經常問我議員說 這個雞蛋不去 要做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要怎麼幾個 市長 因為呢 我記得這個雞蛋是在我 和縣市合併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都說 那我們市府考量交通問題 這個蛋已經破蛋了 但是呢 這個文靠有台15公斤 一天有信修局長說 還未規劃 它是我們台南機場的門面 他沒有幾位 你現在案子要做什麼 是不是市長 借你幾分鐘說明一下 他未來是文教 原有文教用地嗎 文教機構 像胡信修局長說的 文教用地 很多人想要來跟我們合作 未來他是真的文教用地 還是商業用地 市長 市長 那位長議員 因為這次的 南台南副都心的 區庭政修 這個鄉 工廳也不會百分之百完成 過期 過去我們市政府 參 台南大學簽的備忘錄 這個鄉是失效的 包括九部也持這種立場 因為台南大學沒連熱 impulse 但是姓呆 雖然有這個議員 因為苦惹的交通的窮結 所以這個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但沒有破啦 因為根本從來都不像台北 沒有破要蓋嗎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從來都沒有生下來過 坦白講那個還是一個紙上作業的階段而已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那目前這一塊土地 我們開放的議會 包括台南市民共同來圓夢 我們徵求計畫 是徵求計畫嗎 對 我們徵求社會各種 市長 他在每年一百公斤二百歲就要全部完成了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區段增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百分之百完工 還沒有百分之百 可是你的土檔裡面 我的意思是說土地還沒有辦法現在馬上就應用 不然我們今天要去什麼 如果每年的2017年就是只有進工而已嗎 我們希望啦 就是說這個工程不要再 我們要工程要如期如期完工 但現在這個階段 我是希望說參議會和社會 大家共同來圓夢 這個土地就當局這個環境來說 要有什麼樣的建設比較理想 所以市長你到現在我們的市府團隊就是 把這個文教用地還沒有完全的規劃就對了 我們有想法 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只有市政府的想法 那既然市長你這麼說的 也應該要有市民的想法 好 市長 我們現在覺得文教用地十五公平這塊 你說這樣會規劃 希望市民能夠共同跟市府來做一個規劃的話 我想如果在一東區這個文教用地的話 應該發揮它的功能啦 應該不要浪費這個 這個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所以說市長 這一塊的時候 你既然現在說 你說出 這還沒幾個 要市民跟市府跟共同 像這個幾個案的時候 我想市府的團隊市長 你是有智慧的市長 應該這一個區塊裡面 好好的規劃 不要浪費這個基地 那裡 蔡議員 我也希望我在卸任前 這塊土地要如何運用 也有一個 有一個底定 那程序就是我剛才幫你報告的 我們市民共同來說 比如說我去當區 也有當了家長 太太 媽媽帶著孩子 他是說 這塊地如果沒有要蓋小巨蛋 那是不是可以蓋兒童樂園 也有人這樣跟我建議 我意思是我在想說 市長你這樣子提醒的時候 我曾經有想過說 你可以蓋一個親子 親子館你知道嗎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其實台南市民也有很多想法 謝謝市長 你既然說 現在 有一定的思考 這個規劃中就對了 那我想說 為市民來做一個 相當適合的規劃 那今年這個議題 我們已經知道未規劃中了 那我就不再問你這個問題了 是 繼續這個問題了 那希望明年的定期大會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眉目 能夠整個可以成形 市長謝謝你 市長 欸 吳信書局長 他說 合一住宅村 我們基360 是我們的 複利去的這裡 未來是市府的地方 市府的地方對不對 就是說 那個儲存款 儲存款是在市政府這裡 儲存權 對啦 儲存權就是我們市府的嘛 對嗎 因為 因為省本也是要行 省本也是要行這個 複利 對啦 對 但是儲存後的這個價值 那省的處理 就譬如說你現在三百十六十六斤 啊 營養 人家來登記兩百幾斤 存百多斤的時候 一百五十多斤左右的時候 是我們市政府處理的嗎 還是複利 是我們市政府來做儲存的 如果這樣你現在咧 有想法嗎 因為每年八月就完工了 有想法嗎 是 想要是要讓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台南市民先做 還是要讓一些比較多 你買人來 買賣 我想現在目前這樣 因為他蓋的這個房子 去品質很好 除了就是說 鐵路地下化的這一個 地主 他如果這個 正收盡情 還是如果還是有表達意願的話 那市長其實是一直也希望說 他們在徵收之前 那他們如果還是希望可以進來賣 沒有啦 那我已經知道 他們都正經 我現在問的是說 剩餘的一百幾 還有剩餘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不會馬上賣掉 因為那個 對我們當局來說 那也是台南市的財產就對了 對 所以那個部分 我們完全不會馬上去處理 所以現在還是沒規劃 不是 就是說不會去 馬上就是要去把它賣掉 不會有這樣 因為我們也沒有需要 但是你也要有需要 所以我在問說 到底到要是賣 還是要是我們 我們這上次會定定出租的辦法 至於說出租的對象 我們會來討論 這個對象我們先來討論 好 那講對這點的時候 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一百五十多戶的那個 合一住宅裡面 因為你們現在都說要不會 明年的八月份 十月份才能夠進攻 才能夠全部完工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現在是六月到明年的一年 明年的時候 能夠做一個好好的規劃 有益我們台南市民 福利我們台南市民為主著 這我來努力 記長請坐 請坐 市長 0205對我們的教訓 給我們很痛的記憶 那在那個五十 這台 是我們台南市 東區那個鐵路地下 旁邊那裡有一個 以前叫做雷都 這個是以前給那個 以前我們以前 有一個平民來進駐的 那大林的平駕 還有都麥克風 我看這樣子就好了 五十多圍樓大林的平駕住宅 市長 我在想 你不知道有去看過嗎 去看過 去看過 那九十五年度的時候 我們 都市街外裡面 我們 有在我們黨區 也曾經評估 這是圍樓 那現在一百塊五年 經過十年 又輪到我們黨區 來做一個通報檢討 我不知道 市府裡這個地方 你看 有安全的餘利 而且你看那環子 真的不是現在的人 正義住宅 不符合現在的人的居住 那這樣子的時候 最近都在黨區的通報檢討 裡面 我不曉得 我們有沒有納入 這一個大林平駕住宅 這一個建案 我們目前 是有計畫 這個計畫其實也執行了好幾年了 第一個就是請社會局去詳細調查 裡面到底有多少人住在裡面 有幾戶 是什麼樣的人家 我知道八十八年的時候 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有六棟有牆起來 那你沒有住兩百六十幾戶 我這裡是二百二十六戶 我至於我知道 好像現在目前一百多戶 而且從八十八年的時候 開始 一就是戶口可以出去 不能再進來 除了住在那些人生孩子結婚 可以登記 完全其他的戶局 都不能再進入裡面了 所以我在想說 因為這個地方 不符合現在的居住 還有安全的餘利 還有你看公共衛生的 我要說的是說 不是說要把這些人 他已經 如果經濟不是那麼好 不過為了這整個的現代基礎 你想說 我不是要說 叫你同心建設 審議的時候 同心建設 要不讓他們住 應該更好的照顧 現在我們打算 我來把話說完 就除了剛剛曾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調查有多少戶多少人家 然後只出不進 另外呢 我們也把一些空戶把它 把它封閉起來 不讓遊民或其他人繼續住 接下來呢 我們目標是打算 補助他們租金 補助他們租金 給他們地方住 然後對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把它拆掉 再做其他的使用 那些有跟這些住戶接洽嗎 還沒有 協商嗎 目前的計畫是這樣 其實這個計畫我們列管了很久 就不定期的就拿出來討論 知道目前的狀況 所以目前 因為0206地震之後 我們會跟住在裡面的人 這個住民 我們繼續再跟他溝通 因為考慮到他們的安全 至於說他們經濟上的負擔 我們補助他租金 要跟他談 我希望 機長 你說 議員 我稍微補充一下 4月份 4月份我們社工一戶一戶都去訪事過 每一戶 現在183戶 183戶 都老人嗎 還是還有年輕人 都有 但是現在就是說他183戶裡面 是這個最大的200控告人 209人 社會機長 那我知道你請坐 好 謝謝 因為檢查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在想說 我們不是不給他們居住 應該為了他們的安全餘利 但是也應該給他們更好的照顧 應該給他們更好的照顧 不是跟他們看 我說的不是要跟他們看 是給他們更好的居住的環境 因為這八米高米公測 公測走廊 意思都是共用的 真的不符合現代的居住 應該就讓這裡比較厚生 應該要怎麼去保障他們 要怎麼讓他們住得更舒適 要怎麼去照顧他們 這是我們政府的建立嘛 所以正在這個問題的時候 今年的通報檢討 一定要好好的做這一個規劃 市長 這是 我們的確是朝這個目標在做 因為這個地方 大的環境 要照顧這些人 這個地方作為重點的事情 對他們更要特別的照顧 因為這次外面租的房子 應該環境都會比這個地方更好 因為可能沒有錢負擔 我們就補助他作金 在這個方向來處理 市長如果要重劃這裡的時候 其實也要跟這些住宅好好的協商 好好的協調這樣 因為應勁跟需要人照顧 市長謝謝 謝謝 教宗局長 你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是我特別從中印度那裡造的 是環線 現在化為停車格 那從我們 4月15 那個 維庭的大執法 維庭的大執法 維庭做大執法的時候 那天你在那個說 有很多的說 我們的停車格不夠 我們的停車格不夠之下呢 你要怎麼叫市民 可以有所在的停車 你說 我們目前的機車位 跟汽車位 都差不多六千位 汽車幾乎多了六千個停車格 機車也多了六千的停車格 那我就質疑呢 你們是為了 各位市民有一個交代 給這停車格 會比較多嗎 不是怎樣 你看這停車格 握起來的時候 你看村道路沒有三米 一台汽車可以開而已 你看機車 蓋汽車這樣在坐 這樣感到 是為了讓停車格 對市民交代 有多少個嗎 跟議員報告了 我們那個化設停車格位 我們都按照規定 左邊這張圖應該是 看不出來是哪一條路 不過 沒有 他是有路間的 我為這張圖 讓你看是讓你知道說 不要為了停車格 多於對市民的交代 這個 基本上我們會按照規定來畫 那這個就不按規定了 你看到的就不按規定了 你可以去看 但是我要藉此這個機會 就是說 有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 並沒有定是我們的停車 也有誤誤不對 那那個是我們市長 違規的大執法 其實這種 我沒有反對 但是你說的 你請坐 市長我找這個機會 要說這點就是說 我們七大的路 七大重要的那個 執法的地方 不是只有七大而已 我相信也有很多市民 很多議員 歡迎說 不買行 尤其是我們是台南市市 高度的地方 我們有六米的道路很多 大家也不買行 只要紅色 只要是六米道路都條 但是我現在的 不是在反對市長說 叫你們大家都賣條 屬性也有人說 也有人說 現在 比較沒有人亂停 現在 整個比較沒有發生車禍 這個種種都有 但是我覺得 我身為我們 當然市府的話 沒有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台灣姓 都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日本呢 本事經理說 像我們如果像我們現在 我們機車停車 就調查的時候 我們有三萬三千幾 三萬幾個停車位 機車到兩萬幾個停車位 如果這樣 我們鑑理站的統計 我們的汽車 目前大概有三四萬輛 那我們的機車 大概有八十四萬輛 我們一個汽車就差十倍了 真的大家都要有所在行停 就差十倍了 啊我們的汽車 真的都要有所在行停 三十七倍 這一個 我還要說就說 如果這樣 我們現在都不足 大家就黑白天嘛 是不是市長會在這個地方 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有充足的停車位 是不是市民 他比較不會去黑白天 而且市長你說 呼籲大家 搭乘工大眾運輸 那你會想 我可以讓大眾運輸坐來 但是因為我車 還不可以讓財小姐說 我第六地 他還是要停在 他家 不然就倒樓 而且我會說 像市長你剛說的 台南市市街高度 很多家裡的幾個 路都是不夠寬的 沒有六米 沒有七米 如果這樣的時候就好 跟你說 大眾運輸 他車也是要放人家 是不是 那而且他以前的家 我想現在人的生活 一個家庭 沒有兩台車 季節也有一台車 他們家也季節有三台 奧特班 兩台奧特班 像這樣 英文就是民宴嘛 英文就是講不完的外地 英文也找不完的車 是不是 我對市長一個建議 如果說我們在 如果我們說 因為我們市府的公用 公用材 如果你學校 或是我們公共設施裡面 如果可以 學一個地下停車場 是不是 可以 找一個學校來做示範 找一個公用用材來做示範 可以讓車都有所在的 是不是 檢查大家違規停車 市長因為我 因為我說 以前我們這個 最大的文子館海岸路 他在看 他在學校以前 沒有人要去 自從外外料的時候 他也會 跟他 那個建設的 很得體 可以進步獎 你想 所以說 不是代表說 台下不可以有停車場 市長 市長 所以我建議 像台北 幾次學校 他也是地下停車場 所以 我說的是 車架不夠 給市民 黑白天車 是因為 沒有地方停 市長 但是我做一個建議 不曉得 你不知道 可以接受我這個建議嗎 好 很感謝張議員 對我們台南市交通政策的支持 其實你 非常 非常理性 因為 我們這本交通大使法 並不是說 漫無目標的脫掉 現在 對七項違法 包括 並排停車 路口停車 斑馬線停車 消防栓附近停車 公車停靠線停車 機車停車 隔停車 逆向停車等等 現在呢 就是說 這個七大要點 現在不是 尾外調車 不是只有七大要點 你再像你說的 六米樓 七米六米樓 不買行 這都 同調 同調 這個是同調 所以 不是只有這七點而已 主要是這七大那個 你說不買行的 它是不是 其中也有出現這七個現象 它才去脫掉 那第二個 你剛剛建議的 就是說地下停車場 我們的確是有這樣考量 所以我們的公共建設 是有這樣考量 包括 我們這個 刺坎文化園區 要往地下室挖停車場的時候 挖 就挖到考古遺址 所以不得不停擺 另外呢 平時 可是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 那平時營區 就在我們東區 結果我們也要挖地下停車場 多花一兩億元 那是幾公圈的中央公園 下面挖地下停車場 那是為了整個環轉 整個環轉 在做地下停車場 未來未密切 而且那個地方會有一個交通轉運站 但是我們議會 我們議會就議員誤會 就是說我們是圖利財團 所以我意思是說市政府 推動一個重大政策 真的是很辛苦 市長推動建設 大家都一定有質疑議會 只要你清清白白 坦坦荡做做大建設的話 有利台南市民 大家絕對不會對你清白白 這個也是我們的原則 就是說因為 曾議員要求台南市政府 在公共建築裡面 要多設這個地下停車場 這個我們也是這樣認為 另外我們有一個政策 可能一定要跟曾議員說明 我們有要求交通局 這個提出獎勵措施 因為台北市也是從我們現在 這個狀況走到現在 所以他們有這個立體停車場 獎勵民間投資 市長獎勵民間投資是沒有錯 現在也有很多地方做停車場 不比你賣地比較壞 是啊 不過有一點也比我議員黨區來說 我們的土地有限啊 就是我們的祖父那麼多啊 我們的客戶那麼多啊 你想你沒有一個做 你像中央公園那裡 是要有英空 南方那種方便的人 就反省就贏不夠了 你想未來我們這裡 我們這個東區的期待 大家也到這裡 對一條縣也沒有到這裡 不是紅色就是紅色 但是我不是反對說 叫你都呼調給大家聽 但是也有配套措施啊 台北 台北市的立體停車場 他也是在住宅區 要說幾百住 但是沒有啦 只要這盒 這盒 他重建 他就要開這個立體停車場 舉正式的 我是鼓勵我們交通局 應該 看馬路上 如果有人家要賣 他還是人家要租 可以去主動跟他們說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你一個政策 我也沒有反對 但是 我是建議說 比如說以我們東區來 開始 我如果在公有財 裡面 我們的公共設施 是政府裡面 來做一個 台下停車場 是不是有 我們東區能夠 紓解他的 一些車輛的違規 讓我們 能夠說 不用自己在那裡 明驗啦 大家我們議員都這麼早 不會刷 還有人請我們 付出賣 但是這種的違法的東西 這種東西 違法的東西 我們也不能說 啊 來賣 賣車賣什麼 我覺得都不是理智 理性的啦 只是我說 如果能在公有財 裡面 為我們東區做示範 可以輸解我們東區的 車輛 不要違規 還有一點就說 開這條錢應該不會 因為市政是永續的 你看看 高速公路去那裡 坐一天 到外面不是回收嗎 市長 這是我的建議 你回去好好的考量啦 申議員要求 韓市政府評估 在學校 去挖地下停車場 這個我們會評估 市長謝謝 那個 教宗局長 教宗局長 市長 我再請你問一下 那天喔 五月二時 你入圍體說 脫離前 車子 車子到場 虛環車 就是說車還沒燈燈進行 車還沒燈燈 用脫掉車 雖然 把老百姓的車子已經上架了 只要司機還沒有啟動之前 東區人來 車子來 車就要行 車子來就要行 對不對 但是車如果在燈燈 不是說你在那裡 看到就算你的 市長你沒有說好 你這個論調的時候 大家就說 我在議會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車拖掉車還沒有啟動之前 你到現場 那車要還給你 但是你如果車已經開燈燈啊 就沒有辦法 市長 那你的意思說 車還沒燈去 調車還沒燈燈 就是都會燈到來就對了 市長好 你請坐 市長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那一天喔 有人LINE給我 一個泰南大學的孩子 他們的車 被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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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趕到的時候 有像市長說的 他們車已經開了 有可能這樣就像市長說 完全啟動了不能下來 但是有一點就說 我為什麼要叫東區長 你跟你建議說 我們雖然是委外的 雖然他違法了 但是 態度方面 一定要的相當的檢討 很多人請你調的時候 就這個 有上車沒上車的這個檢點 他會說拜託車下來 還是不要跟我們調給他 你知道嗎 調車人員的 講話的粗魯性 跟態度性 有多不好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市長在以前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是台南市是一個友善的城市 不是 你外外外外外外外出的 人對我們那些派 對我們市民那些派 違規是他們不對 違規是他們錯的 違規是他們錯的 對 不過還是跟議員報告 我們有 SOP 有標準作業程序 那整個脫掉 是要配合原警 跟我們的脫掉公司的車子 一起去 現場 如果原警有取締了 我們才會脫掉 那而且 我們也會全程的 我們也會全程的錄影 如果車主來到現場 我們也會全程錄影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會如果有個案 議員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們會來查辦 因為就是有個案 很多人的反應 很多人的反應 或許他是認為 他來到現場 我就是拜託你們車 搞不好車子沒有啟動 搞不好車子已經上架了 但是那個在於旗幣 違規就是違規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的吊車人員的態度 一定要修正 因為我們販南市是一個友善的程式 所以這段 我建議你回去做檢討一下 跟違規的人 或是我們的吊車單位 要做一個 好好的檢討 如果有這種情況 你知道他跟他說什麼嗎 關我什麼屁事 這樣好嗎 還是要有這個 如果確實是這樣 我們會要求糾正 對 因為有人 這麼反應 而且傳在我的臉書 在裡面的時候 就表示有這一回事 所以本社會就說 我們交通局長 做這一點的時候 要做一個檢討 我們會要求 在態度上面 要注意 因為有人歡迎 我們一言就是為民活舍 有人歡迎 我們要對你們 對就建議 好 金長金你請坐 一座我 我自投羅網 我說明一下 你主動 你不是說叫我 不要把你叫他 沒有啦 這個但是 因為我要成立這個職業 這個 我兩點 所以不用 不要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說 剛市長說的 答應說 脫離 就是說 還沒有脫離這個 停車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是按照這樣做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機車 包括你在裡面 有些人在質疑說 你機車 如果吊一吊起來的時候 你載機車這台 這台卡車 還沒塞走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再吊 這可能沒辦法 因為機車你吊起來 我們直接直接擺下去 你錢裡面 要再吊下去 這就算 還比較麻煩 對啊 所以機車只要吊起來 已經 吊到車頂的時候 就不可以再吊下去了 你都在做業的時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 我們這位 很危險的台座問題 我們在那個 二十五號 已經有召開過開會 而且現在決定 從這個月開始 我們所有這個脫掉 來執行的這個嚴警 用專責的 就是說 成立一個專責的單位 任務編主 可能就是一個分隊 他要 專門這幾個人 所以 我們還在加強交友 當然 包括這個 他們這些 外外的 在 來 行包這些工人 當然 那邊是 交通局的 業務 環境配合這面 我們再來做要求 以上 幫他做 謝謝機長的說明 其實我們說 這個 要一致的標準 現在市民 這個 我們今天議會 或許有看到已經知道 上架的機車 可能就不能 讓他 可以下架 那汽車 只要能夠我們的 一個 吊車 移動 我們就是不能 還車了 是嗎 其實我想市民 今天總質詢的時候 應該會聽到了 不要把那個報紙寫的 那麼一大篇的時候 可能 那個市民還會不太理解 他移動 就說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做一個先導 而且 最主要我今天要說的 不是說 我們的 我們的警員 不對 是要說的是說 吊車人員的態度 市民有當時沒有了解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 惡劣的態度 對待我們台南市民 因為我要強調 我們是一個友善的城市 電磁波恐怕會致癌 因此 全台588座的便電鎖 有的在市區化身華夏 有的根本沒有標示 而更誇張的是 其中30座便電鎖的電磁波 十分的驚人 更有13座瞬間 最高的電磁波強度超過了100毫高斯 不過台電依然強調便電鎖的數據 都符合標準 台北市建國南路上 這棟白色建築跟住戶大樓沒兩樣 不過仔細一看 陽台 冷氣架 窗戶 通通都是gay 可以直接看到磁磚 因為裡頭藏了便電鎖 剛開始不知道啊 後面才知道 一年多才知道 你沒有看到嗎 他沒有什麼寫得很明顯的嗎 我覺得大家會擔心 就是房價會比較不好 請求一個更好的方法 又不影響健康 然後又 還是可以合法的設置這樣 民眾新驚驚 便電鎖 就在住家附近 電磁波會影響健康 而且環保署制定的 電磁波瞬間強度 在833毫高斯以內符合標準 引發環團批評太寬鬆 現在規劃超過83.3毫高斯就要預警 好 市長 這個影片齁 是一分鐘的時間齁 為什麼請看這個影片呢 因為齁 大家電磁波都害怕 有愛於健康這樣齁 因為齁 我有看到一個數據 那個我們的台電發言人蕭金毅先生 他說 保持距離就是安全 保持一定的距離就是安全 看電視就要有距離 那表示的電磁波可怕 再怎麼 多 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蕭金毅那個台電發言人 他有說過 新式的便電所 已經朝下室內化 地下化的行線 他說的這一句話 市長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我們 人和便電所 我們兩間房間有一個電塔 那個是人和的 還有一個人和便電所 你看人的便電所 陽光別墅 那我們以從林為林 留電人為林 還有那個上面六十腳 後腳便電所 以夢時代建築 強烈的對比 為什麼 我像我去年的執行 也提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是次等的台南市 次等的市民 你看看 這個地方電欄 電塔 都在我們這裡 都看得這麼明顯 不要說是以繁架的殺手 大家也會害怕 那我照這個機會 你說我們定期大會的時候 我這種執行的時間 我想要跟市長拜託一下 就是說 既然台電的 是民營 國營事業 他是國營事業 而且我們台南 是不是次等公民 也不是次等的城市 而且他說 台電的 都已經朝下地化 那個室內化 為什麼在我們東區 這麼文化教育 文化區裡面 到現在還沒有給我們改變 是不是市長 可不可以藉著你的力量 到東央台電 政府說 既就要給我們地下化 人家在日本都在美衣服 我們竟然還在光秃秃 光秃秃的地上 是我們家的旁邊 人家以前都說 我家門前有小額 結果 因此我家門前有電塔 以電燈從零為零 這樣 你敢想 敢有適合 這個感謝曾議員 我們會跟台電公司來反應 這點不是 因為已經說幾年了 你敢想 南方的那些發電的所在 你敢看 後來變電所60年了 我想後來的空氣 一張你也有看到 而且目前 市長你也曾經承諾說 後來有兩個變電所 是不是會考量二合一 你都還沒跟後來的人 那個後來的地區 人家的交代 你還沒有說 如何的去 真的能夠這樣子 二合一嗎 還是完全不可能 二合一會有一個地下化 現在就是台電 就是說我們朝二合一的發展 對方向來建議 但是台電他們專業上的評估 他們是有保留 既然有保留的話 他變成他的一些後續的工作 就暫停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暫停了 可是我們為了台南市民 不要暫停 不要暫停 無論如何去跟他們爭取 因為在原則上就是說 因為他認為兩個變電所 那一個店 要怎麼講那個強度還是怎麼樣 他們是不同的 沒有辦法合為一個 強度沒有辦法說出他的厲害危害 那個單位 單位我忘掉了 那個單位到底是什麼樣 但是市長 市長他也把我們地下化 屋內化 這部分我沒跟他反應 這就是 曾議員新提出來了 白管市都已經屋內化 都室內化了 沒有地化 新的是地化 有的也有室內化 我們台南市民 如果當地的居民認為 屋內化是一個方式 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該好是地化啦 我說這個事情 你老容易啦 對這個事情 我們是可以跟台電來 再來跟他反應 市長 我為這邊的居住 居住市民 拜託你一下 因為他們每天也會怕 這點的時候拜託你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嘛 距離越遠 越安全 對沒錯 台電的發言人也出來講啊 我意思是說 那多遠呢 有沒有辦法量化 其實是可以啦 就是說 多遠算安全 它就是測量嘛 不管是 我來把 我來把這個話講完 好 就是說 我們民眾不必要看到 變電塔 就害怕 應該因為現在是科學的時代 你是可以去測量 就是說這個變電所 所發射出來的輻射線 到你這一邊的量到底多少 就好像我們吃東西 也會針對每一種物質 會去訂一個標準的含量 只要在這個含量以下 就沒有問題 市長 謝謝你齁 的說明啦 因為 時間也很大 我只講這個議題 最主要是說 台電要對我們台南市 這裡的 變電所齁 要有一個改善啦 你幫我們極力爭取啦 市長謝謝 我們會繼續反應 教育局長 我一個事情 很多校長 跟我都有在談話之中 說你們開會的時候 你說的 要錢沒有錢 要人沒有人 其他都可以談 為什麼有這句話 跟議員報告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從來沒有講過這一句話 對 因為我很納悶 可是我問過一個 一個校長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句話 而且議員我跟您報告 我們呢 在今年度的預算裡面 我們幫學校所爭取的經費 各類經費 將近三億元 好 好 第四年完異 京幾就全部交給中國 吳京市 341 去世的 tuber殭屍 家的那個外型 從六年以來 bla 清晰 大概七成左右 六七成 在這種狀況下 的確如曾議員所言 根本沒有其他的經費 去修繕教室 修繕學校 所以我接任市場之後 我們第一個 我給他一億多元 去做圖書館的活化 再來就是操場 跟學校的教室設施 我們給了大概有兩億元 現在就弄廁所 總共就是每年給他一個項目 我們明年 明年會給他做風雨球場 學校有需要風雨球場 我覺得那個功能很大 包括學校修繕 我們都是另外再給他經費 其實教育局陳局長 對學校的經費的爭取 其實是不餘力 這部分我們是應該給他肯定 謝謝曾議員 謝謝曾議員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賴市長 李秘書長 各局處首長及主管的列席 也感謝新聞媒體 各位小姐 女士先生的採訪 及本會各位同仁的出席 那我們今天上午的議程 就到此結束 下午1點半繼續開會 下午1點半繼續開會 下午8點半 感谢观看